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會員推車 會員推車呢 是我們這個每個月 有加入我們會員頻道 讓這個我們的會員報名 每個月會抽一個會員 分享他的愛車 大家現場的是聖哲 我們認識幾年了 應該四年有 他前一台車其實也是跟我們買 V40開了三年 終於升級了 我看他肚子從這麼小 變這麼大 開始幸福肥了 四年的時間 然後車子也跟著大了 所以男人荷包的深度 跟你肚子的大小成正比 對 而且啊 始終如一的 兩台都無無 都是無無 你是中的啊 就是因為選擇這個品牌之後 就還是會選擇 這個品牌讓裡面升級 所以你去酒店都點同一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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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好說 維持同一個 念舊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這個V40啊 你當初會換成XC40 你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就是 自己有在露營的需求 比如說有一些冰箱啊 一些設備啊 然後放在後車箱 可能就會堆得很滿 以前V40還夠載 但是塞得很滿 是這樣嗎 可能就是看不到後床 這樣就有點危險 對我來說我至少開車要看得到後床 然後還有可能去一些路況比較差的地方 對 常常會考到 車比較高一點的話 會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你很喜歡野外露營嗎 對 不是野外露營 野外露營 野外打蚊子 野外打蚊子 打蚊子 哏都一樣 幹嘛的 好啦那我們來簡單的來看一下盛哲 你這還是2021年的XC40的T3 前面這個是你自己加的對不對 對國旗四條 這個就是IKEA 對IKEA 對 瑞典的車子它應該是給你 一箱零件跟一個說明書這樣 自己組 自己組 對自己組啊 它的鏡頭袋 對就是跟V40不一樣 就是V40沒有環境 XC40它現在又是有環境 所以多了比較多的鏡頭 你之前那台有跟車嗎 沒有 有跟車 對有跟車 V40年就有跟車 但它沒有車道至終 它就是只有打乒乓球這樣 那再來就有了嗎 再來就有車道至終 換一個鋁圈 是V60樣式 你寸數有改變嗎 寸數是一樣的 235 55 18 它這個雙色切削 但是黑色的地方 是有點霧面的感覺 對是霧面的感覺 後面還有一個I love V40 先V40的貼紙把它貼過來 還是對V40有愛 按總不再去買一張就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貼紙是需要一點車具 你才可以買這樣 你不是在網路上下皮按一樣就起來 你以後不能參加車具了 因為你開XC這樣 對 但也是可以 就是大家還是很喜歡找朋友 你可以跟我借啊 我有V40給你開XC車具啊 好不好 我就讓你遊走在各個群組之間 OKOKOK 然後跟我打小報告 沒有錯 沒有錯 不要講出來 以後大家不敢跟他講秘密 它這個原本是一個什麼 試條 就白色的試條 它遠遠看就可以看 跟別人車不太一樣 還不錯啦 自己一個小小的小時 你這邊應該也要來個瑞典國旗才對 對呀 你看 上一台車拔過來 這也是上一台車拔的 這個鐵牌是浮外傳的 為什麼當初浮外流 是因為我怕到時候大家貼這鐵牌做壞事 對 被爛大街 全部都來找我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將會出一個新的貼紙讓大家購買 好就是準備把它喇臭的 是這樣嗎 貼了你要幹嘛去幹嘛 不行不行 大家都有 我就大量發售 大家都有 沒差 你真的很愛貼有的沒的 這是什麼貼紙 原廠辦的活動 限量300個 這是磁鐵喔 因為這是貼紙 因為我怕貼上去之後 再也撕不下來 所以就把它做在磁鐵上面 可是這塊不是鐵的啊 這塊是鐵的 只有前面是鋁合金的 這塊敲起來不是鐵的 我一直以為它是塑鋼的 這個呢 小迷路 Mobo的小迷路是什麼典故啊 北歐迷路吧 聖誕老公公啊 聖誕老公公啊 對啊 迷路啊 反正它的那個精神標誌是迷路 這跟那個叫什麼 奧迪是 壁虎 壁虎 那個薩巴是絲絲 我覺得用動物也還不錯 駕駛座的門板 其實這邊有一個這個 銀色的一個網狀的飾板 它跟中控台是有呼應的 那原本呢 後面是沒有的 然後這個是自己把它加回來的 再貼上去 所以你四個都有貼 所以原本沒有這個黑框 對 不然它就是那個 硬塑膠 對對對 那還買對岸 對也是對岸 很便宜嗎 比台灣賣也便宜很多 可能這樣四個弄起來 可能一千出口吧 XC4這邊設計很特別 它在旁邊還設計有兩個滋物 也可以放飲料 後座不能再躺了對不對 對 不能再躺了 不過這個皮革摸起來是比V40軟 對 它做起來的時候 不會像V40這麼熱 它這邊全部都是用這種絨布的 對 然後它有雙電動腕 然後還有腿脫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就是後期的就會有電動的腿脫 我覺得那個比較好 有差嗎 你這樣彈出來了 它可以設定長度比較多 這個就只有一段兩段這樣 還有因為以前V40軟是全景的前窗 雖然說也不能開 但是就變成說如果都沒有的話 有點小小可惜 你比較喜歡天窗 對我比較喜歡 也不說天窗就是全景的 玻璃 蠻多人不喜歡玻璃嶺 覺得太熱 然後有些人覺得有天窗會漏水 但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一樣下雨的雨滴落在玻璃上面 跟落在鐵板上 跟這種鐵板上面是不一樣的 聲音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玻璃會比較 聲音會比較沉一點 對 然後這樣打打打打的感覺 那個下大雨的時候 你就懷疑說那個鐵板會不會被刺穿 對 就是它聲音比較尖 不要再龜毛了 沒有電動的OK 但天窗是真的啦 我覺得天窗 還有那個就是換超級飲料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在車上的話 可以用礦泳水喝水這樣 你可以這樣子喝水 你V40不能在車上喝水 不行 它那個角度 因為它玻璃比較斜嘛 所以你這樣子拿就不能 你一定要這樣子喝 這很細耶 現在等一下會不會跟我講說 V40車床怎麼樣 X70車床怎麼樣 沒有沒有 越來越細了 它已經講到私生活的部分了 欸 是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 這個很少發現 就是那個喝飲料的角度 因為你根本舉不起來 這很少人會去注意到這 這真的是 有在用這個車的人才有 VOLVO兩代車主才有辦法翻譯出來 就是你要有上一代車跟這代車的差異的時候 你才可以明顯做出一些對比 不然這台車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上一台車的跟車有沒有 它的煞車跟油門是會動的 它是機械性的 對 它這台車的話它就是 都不會動 所以它不會動 所以也比較安全 很細喔 希望這一次這個盛哲的分享 讓VOLVO想買VOLVO或是VOLVO的車主 就買下去了 欸我們 我是不是很少拍VOLVO啊 我VOLVO有拍過什麼 有拍過嗎 有啊那個這台有拍過灰色的啊 喔我有拍過灰色的是不是 我自己都忘了怎麼辦 我怎麼覺得看它很像是第一天看到 還有那個芒果去露營 芒果露營就開這台對不對 對啊 買到芒果車 對被芒果用過了 來擋你版 對因為VOLVO的車有個特別啊 就是它的水霧特別大 水 喔你說噴起來啊 因為比如說下雨天對不對 VOLVO的車 你只要下雨天跟在它後面 那個霧大到不行 它那個水霧這樣噴起來的時候 那個後車就是 什麼都看不到的感覺 我知道我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高速通過 遇到一些連結車 對對對 你看它後面也看不到路 它那個水霧超大 就是如果你裝了這個 擋一板啊 雖然說它不一定會影響到水霧問題 但是譬如說你下雨天 然後有些泥巴會亂噴 你會噴到這邊全部都是 你就很明顯 你必須一定要洗 你就覺得 不想洗車 屁啦 所以你加裝擋泥板 四個 就不會有這樣 所以它原本沒有 其實以前的老車都有擋泥板 現在的車是因為 可能是美觀的問題 需求的不一樣 不過你降低這個水霧也好啦 降低人家沒看到你 撞到你的機率 那我覺得它後面很方便 它就是腳踢 對 而且很準 就是沒有什麼 沒什麼那個 踢不到的問題 最特別的是它這個 地窖 什麼地窖 你放紅酒 你放雪茄 它這個地窖打開很深 有沒有超大 真的蠻大的 超大 它是為了平整才鋪上來 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 因為它裡面取代了什麼 備胎有的沒的 全部都拿走 它就變得非常深 對啊 對 這真的地窖還滿深的 對啊 所以現在後座打平應該是平整 這台V40已經是有在車上睡過 那這台咧 這台還沒睡過 V40到現在換這台車啊 你有沒有後悔過 基本上沒有後悔過 有一個覺得比較麻煩就是停車啦 因為我家沒辦法停的話 你家沒辦法停嗎 對啊 因為你機的車位嘛 所以必須要停到公司去 不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家裡沒辦法停 它還是買欸 對 就是要買 買就對了 對 它還是買欸 一般的客人是說 我家裡停不下我就不買 對對對 沒有就是要買 買下去就對了 而且我坦白說啦 這一台已經不算很嚴格了 因為它只是比你那個 稍高一些 稍高一些 所以你未來 你還是有機會 要換到比這 更大台 比V40更大的車 一定會 所以你這個問題 你現在不解決 你之後還是會遇到 對啊沒錯 所以買就對了 買就對了 不要猶豫 不要猶豫 甚至停車位的問題 想太多了 對老婆不答應換老婆嘛 沒有沒有沒有 總是可以解決的 對 好啦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上路呢 來分享一下整個 開起來的一個感覺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我們今天是受到一起夢想 跟這個桃園市圓夢愛心光懷協會 的邀請 來到這邊 中華光點兒童重症輔助協會 就是專門在幫忙一些 重症的病猛 所以我們今天來拜訪一下 聽說有任務 可以讓我們協助 那我們就go 進去 首先呢 這是我們這個桃園愛心光懷協會 這邊是中華光點的重症病棚輔助協會 具體呢 我們請這個謝理事長 來跟我們說一下說 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今天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協會 最主要就是在做一個圓夢計畫 圓孩子老人 憨而弱勢的夢 然後我們都在各地 幫助不同的弱勢團體 好所以像我們一起夢想 他就是專門在找這種 正職六個人以下的這種 服務單位 然後來給他們做一個宣傳跟幫助 基本上我們就是專門針對重症病棚 藝術陪伴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就是會 媒和美術老師去幫重症病棚 因為生病在家的病棚 其實他們通常為馬上可 那我們是希望說可以讓老師 居家或是到醫院做這個陪伴 讓小朋友就是在生病之餘 可以獲得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能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想說這個月來幫孩子辦一個畫 讓大家更認識他們 更關心他們 那謝謝小師他們剛好 就是車子很厲害 所以要幫我們把這些畫 運到我們桃園的中立志工所展場 這個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這個謝理事長這邊 他們就是專門在每個月會 找一些弱勢的更需要幫忙單位 每個月幫助一個協會 或者是學校 那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 要辦這個畫作 那我們這一次的展覽是在什麼時候呢 5月20號在中立的志工所會展出這些畫作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往中立去 我們車上順便簡單的聊一下 我們當初為什麼會去成立這個協會 是因為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我要獨立扶養兩個孩子 那有一天我在家裡看了一個電視 就是一個歸你剛好老闆 會在家門口放一顆許願書 然後讓這些家府中心的孩子來掛 那可能都是一個小小的心願 譬如說一支鉛筆 然後那時候我感觸蠻深的 對 就剛剛有講因為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我家孩子小時候要什麼也是沒什麼 所以我就在那一刻開始 我覺得我要開始來做公益 就這樣發心 然後一做做到現在10年 譬如說我們做學校的活動 校長不是那麼的支持 譬如我們有一次要發孩子的開學禮物 是運動服 那校長就會覺得 啊運動服大家都有 那我們要必須跟他說 其實孩子有時候不穿 是因為運動服可能破了 或是黑了 因為他比較弱勢一點 所以我們就是發送給比較弱勢的小朋友 連會在每月以愛裡面的開學 有9月初都會發開學禮物 給弱勢的孩子 或者是說在暑假的時候 只是為了讓他寫得出來他的暑假作業 我們帶去麗寶樂園玩 我記得暑假作業都會說什麼 要出去玩 做心得貼照片 以前小時候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並不是這麼 有辦法去做到這件事出去交遊的 那你們也會帶著他們一起去 讓他們有這個回憶來做這個暑假作業 對 就是很簡單的初衷 只是要讓他們寫暑假遊樂趣 因為有些落色的孩子 其實他在家裡也要照顧弟弟妹妹 甚至於阿公阿嬤都要他照顧 對 沒有時間也沒有人帶 AVLEA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方向盤這麼輕 輕輕鬆鬆的 一點路感都沒有 你可以調重點 怎麼調 不要 刷不了 不是 你進到那個城市裡面還不能刷 哪裡買的爛車 跟我買的 肯定買了 肯定買了 最重啦 我會看你最重能多重 剛剛那個打起來 卡車一樣輕 完全沒有感覺 對啊 現在這樣才最重 這樣子最重 還是很輕 對啊 其實基本上跟上一代來說其實差很多 對不對 B40比較重吧 B40調到最新還是偏重 哇 螢幕有導航耶 對啊 我賣的時候就有了 有啊 它可以開啊 它可以設定要不要導航 再放在那邊 它沒有放的話就是黑的這樣 盛哲真的是 魔魔達人 不敢說不敢說 我沒有問 我都問他 實際進步這樣子 欸 蠻抖的耶 你不覺得這個抖動真的比B40還大嗎 離B40我不會抖耶 對啊 你自己是從B40換到這個 你不覺得抖動很有感嗎 我第一次開的時候覺得 幹是不是壞掉 那方向盤的輕重也很有感 方向盤輕重很有感 可是我覺得最有感的是那個 迴轉半徑很小 你說這台車嗎 比B40小嗎 小很多 真的假的 B40大概要三到四個車道 就是你這樣回過去 那這個可能兩個車道就可以了 你那是B40還是老師還是 要三個車道 我騙笑耶 真的真的真的 好啦 上了高速公路了 我是覺得這台跟車 滿值得相信 就是像B40有時候 它跟的時候有點騎對不對 你那個還是第一代的 對啊 欸不算第一代啦 我說B40的第一代 初代啦 初代 但這個如果 右邊有車切進來的時候 其實是會 它已經幫你在減速了 它真的蠻硬的 我踩一點點它踩很多 它就踩很多 對 我的想像中我沒有踩 我的感受是 沒有踩那麼大力 官方的油耗數據好像是10 13、15 你自己測起來的話 大概是平均 11、12 所以本來是平均13 打8折耶差不多耶 對 所以我說那個官方公布的數據 真的打8折就差不多是 就差不多實機狀況 實機的狀況 這台加速度 你覺得跟B40哪一台比較快 B40還是稍快一點 因為我開了B40那代 是POWSHIRT雙利爾騎的 對 它加速感 其實在接檔的時候是 一直上去 對 因為雙利爾騎換檔很快 那現在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它比較像是 前期會有點Turbel Lag 然後Lag完之後就一直踩 就一直上去 不是啊 V40是雙利爾騎 那XC咧 就是愛性巴速 對 但因為我開過VOLVO的 7速雙利爾騎 因為它現在新款的V60 都是雙利爾騎 那我覺得它加速沒有比 這個自排的還得好 那你到底是喜歡傳統還是雙利爾騎 我開一開我還是覺得 愛性巴速比較好 比較順 對啦 它這台車的過彎的 那個延遲蠻明顯 對不對 就降速在補速度的那個 鈍鐵會有一點感性 它有點渡輪十字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車開起來就是相對輕鬆 邊開邊聊有沒有 也沒什麼特別壓力 就沒有什麼很大的負擔 然後再來一個車身的尺寸 我覺得是蠻適中的 對 不大不小 不大不小 我覺得唯一一個 就是比較會讓我有點壓力的是 它比較寬 因為原本V40是180公分嘛 就是寬180 現在變成187 雖然說你多那7公分沒什麼感覺 但是你開在車道上 會覺得兩邊有點接近吃線的感覺 多那7公分沒什麼感覺 我如果多7公分 我就25公分了 你知道嗎 你只是這樣嗎 對啊7公分沒感覺 我覺得蠻有感的 我覺得天停車格 你只要一點點 不小心失神的時候 就有點到線了 沒有啦 習慣問題而已啊 對 你小船開習慣了 對啊 開起來就蠻輕鬆的 跟聊天啊 然後沒有什麼太大一樣 然後底盤也是軟軟的 但有自身心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比較特別的就是 真的起步的那個抖動 其實很多現在三缸車都有這個問題 我之前試那個408 或是那個Oval的 對啊 那個其實都會 起步都會有一點這種 抖抖抖抖的感覺 就是那個叫做 引擎的運轉品質 就是感受會比較沒有這麼好感 對 那其他我覺得 這個已經現在是一個趨勢 常常很多人問我說 三缸是不是一定會抖 很多人會這樣問 其實抖是一定會抖的 差別在於它 車廠自鎮 它用料怎麼樣 還是分得出 有認真在做自鎮 跟不認真做自鎮 差異還是感受 對 不然你那個衣宅 那個什麼 Suzuki的Atos 你會以為它標配 就是按摩方向盤 那個氣血循環機 你知道嗎 它不抖 你還想說它是不是壞 它是壞的 所以要看它意志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 因為平衡的關係 這一定是會抖 一定會抖 好我們來看一下山路 因為我們走這個小山路 你要切S嗎 來啊 我是聲控的 哈囉小米 幫我打開天窗 沒有天窗 一定走 你沒有選黑天窗 有沒有 現在那個大陸很多片子 有沒有 比如說小米 我在 有沒有 親親 我在 那它的懸吊應該是不可選的 對不對 這個賣那麼便宜一定是沒有的 你可能要選到60 XC60有 XC60有氣壓懸吊 但那個價錢就跳 我覺得 它雖然在平地開起來 有一點柔和 但是事實上啊 你遇到一個過彎的時候啊 其實到一個程度 沈下去它會撐住 所以它這個有一點類似 那種雙段避震的感覺 就是你在平常沒有很激烈 在吵架的時候 它上段是那種像漂浮的感覺 比較輕柔 但是你高速過彎的時候 它會幫你撐住 對然後你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撐住了 它不會說整個就啊 軟下去一樣 其實這個自古以來都是很難的 你看我們那個評測那個影片 對啊 有人就覺得XC60好像覺得比較軟 比較晃 可是其實有時候是它設計的問題 會不會是前座跟後座差別 後座是一定會更漂亮的啊 前後的那個叫做什麼 底牌設定是不一樣的 設定不一樣 像你這個就是 後面是多連桿 前面是麥花城 對啊 其實設定不太一樣 有沒有感覺會這麼年輕 不是差不多都這樣嗎 沒有 回不了 那軸距 兩台車軸距誰比較長 軸距好像這台比較長 總長度其實好像是差不了多少 哦 我覺得有兩個方向可以協助 第一個 他們也可以幫我們一起把關 覺得哪些需要幫忙的單位 比公給你們 你們只是整合對不對 我們去勘查 你們整合勘查 然後看他們需要幫忙的地方 對我真的覺得一定要勘查一下 因為我們每個月也都在捐款 因為我們有做一些公益車的活動 我們常常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在找單位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怕找到不好的單位 因為我們怕這些錢 沒有好好真正的運用到需要的人的身上 所以我們一般的大眾只能找那種 特別有名的 真的 那特別有名的很多又已經 已經很多資源了 對資源已經很豐富了 所以你們就是會去幫 私地的勘查 做一下過濾 給更小需要幫忙的單位 對甚至說每個月的暑假 很多弱勢的孩子 會把營養午餐當成晚餐 所以說我們就去了解到 如果放暑假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會在暑假的時候 會給他們一些金備 可以讓孩子繼續在學校有飯吃 所以這都是我們勘查的範圍裡面 好那剛剛我們講說 除了我們會定期每個月 都會針對一些比較小的單位 去做實力的勘查 那我們大眾還能夠 第二個還能夠怎麼樣提供這個協助 就是很希望他們做最實際的一個 捐款支持 喔捐款啊 因為我們協會也是給自己一個很大的目標 就是每個月30萬做一件好事 對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這樣協會就可以繼續運作 繼續再幫助別人 那我們協會也都是專管專戶在用 然後我們每個月的月初 就會說明這個月幫助什麼 做什麼活動這樣 會做得很清楚啦 也放心 我們都一定會去實際勘查過 才決定要不要幫忙 我覺得這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要捐給哪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協會 幫我們來做一個妥善的資源分配 像這個一起夢想工業協會 比較像是一個平台 所以大家如果上他們的網站 可以去看到很多 真正需要幫忙的微型社服 聽說他們還會去定期的做 也跟你們一樣會去做訪查 然後甚至去看他們的財報 然後有什麼問題 還會給他們提供協助 然後也確保說 每一分好都可以完整的 交到需要幫助的人手上 我覺得很有緣分 我們也是透過一起夢想這個平台 然後我們才介紹 沒想到謝理事長 兩年前他的車是賣給我 真的啦 真的 想一下 對啊 真的是繞了一大圈 剛剛一聊說小事要來幫忙宣傳 結果一說兩年前車賣給我 這真的太巧了 對啊 那時候我兒子去二手車行 找就你們評價最好 叫我不惜從桃園開去 對 所以我覺得正能量愛心的善緣 是會凝結在一起的 在不知不覺中 我們竟然繞了一大圈 又相逢了 做這種正能量的事情是最開心的 心裡是最踏實的 這個是我們協會第125場的活動 那我們在幫助白木的孩子 辦了一個愛心的畫長 剛開始我也看了他們的畫 一個孩子他躲在窗戶 一直看著操場 他好想回學校 可是其實他必須都在病房裡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覺得我們要 讓這些孩子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就想要幫光點辦這個畫展 那我自己是覺得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蠻簡單的事情 但是這一次出來 其實主要也是號召大家 要去光懷一些比較微型的社福 因為剛剛這個主辦人有跟我分享 說這個社福這個東西就像一個網子 它總是會有漏網之魚 這個有一些比較微型的社福 就沒有辦法享受到這樣子的幫忙 也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吧 微型社福加油 有 你平常都會開運動嗎 還是平常平常 我平常都會開運動 因為就是自動PASS掉那個 代數洗貨 所以你只要每開車就是必運動就對了 但它其實也不叫運動 它叫膽拿美茶 我沒給你載過 要開快點嗎 不用不用不用 要灑完嗎 不用不用不用我會怕 這萬很準喔 我發現這台車就是 我可能自己的心裡的那個影響 就是如果我副駕有坐人的時候 我覺得開起來是比較安全的 蛤 什麼意思 為什麼 就不知道壓力沒那麼大 然後自己開出去 我壓力好像有點大 蛤 為什麼 不知道耶 像我平常在我老婆就是 開得很得心應手 但如果自己原開了 我就覺得哇 怪怪的 好像沒有 奇怪的感覺 你現在得到了 不是 你是得了一種病 叫填狗症 填狗症 需要人家陪的症 的確喔 我覺得我坐在副駕有坐啊 你在過彎道的時候 其實我不覺得有 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側情 它比較像是 我最近有想到一個形容詞 就是彈簧床 它是有獨立桶支撐的 它不會死軟你知道嗎 坐下去它不會軟下去 那你是說哪一個牌子像水床 這個不好說 這個不好說 意思是這樣 你在獨立桶 人家就水床 沒有啊 可是你必須要花點錢 去買它的這個懸吊設計 對啦 錢不一樣嘛 金額不一樣 G9也不一樣 對 有時候開車會開開以為 是我在開V4 因為它有時候 高速公路的時候 巡航 會讓你覺得 哇很穩 不過這個車在高速公路 實在是 就很舒服 隔音的表現啊 底盤的 對啊 但我覺得隔音可能 還是可以再加強一點 是喔你覺得不好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你是富二代啊 跟一斤一樣 沒有 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點點的 我覺得這已經很安靜了 底盤的感覺 底盤有啊 底盤腳會有點麻麻的感覺 但是噪音我覺得還好耶 可能是輪胎吧 我覺得這台的超過法定限速之後的加速是很快的 其實會有點嚇人 其實歐洲車都這樣子啊 就是它一直給你 一直給你 他們如果賣去一些國家速限比較高的時候 要能快速跟上車流啊 對 那其實在台灣就 無用無知底盤 因為你速限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開 我自己開 是覺得 插氣試飲 我是覺得 就像我講的 其實都蠻夠用的 然後加速還可以 不會說特別的什麼 support的感覺 就是那個 再加速的磁式感 這第一個 我覺得不好 那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真的那個方向盤啊 夠輕的 很像在玩電動玩具 對 很像是你去那個 電動間 SEGA還是湯姆熊 對 因為那種賽車遊戲 我記得以前玩就是 它那時候沒有什麼回饋感 我就有一點點那種感覺 然後 其實啊 當初選這個車的時候 我一直在跟它講說 你要不要直接買60 對 但是因為 我那時候 我又去開了XC60之後啊 其實我 我有點嚇到 就是 沒有比較不知道 對 我一有比較之後 馬上感覺就不一樣 這整個加速是那種 更綿密的直接上去 對連綿不絕 然後沒有那種遲滯感 對幾乎都沒有 對這台車呢 還會有 在那種收油在加油門 那個遲滯感 XC60上面都沒有 完全沒有 XC60 有啦 XC60的方法還是太輕 它可以調運動用 還是太輕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開XC604的時候 有去開過 開段時間 然後我還跟聖哲講 那時候他訂XC40 我說你要不要來開一下XC60 對對對 它還特地跑來我店裡面 再試開XC60 對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對 你就想說 哇怎麼會有一個車是 這麼順 對對對 從低速到高速 怎麼都很順 奇怪它怎麼沒有TurboLag 但是它明明就 開著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而且你看XC6060的體積 更大台 更重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 它應該開起來會很沉很重 可是油門XC60沒有 對 今天我們不是要來講XC40 我們不是來講XC60 下一台車是不是 我的TurboLag也賣掉了 我先講 先講 我不在業配我自己的車 我已經賣掉了 這真的是 自己感受過的一個感覺 真的60跟40 還是有一個落差 當然錢不一樣 價錢差了快一倍 預算考量不一樣 以TurboLag來講 差快一倍去 對 所以其實價錢還是有差 但是如果真的說 有那個預算 然後有那個空間需求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我剛才說的就是這個姿勢 就是這個姿勢 對啊不能這樣喝 因為其實你不能這樣喝 就弄個吸管就好啦 你就連一個水管 沒有用吸管不環保 連到嘴巴有沒有 吸管不環保 你就不用動了 對拉到嘴巴旁邊 想喝這樣吸一下就好 就看你的車都不用動 多好 然後再進階一點 就直接倒尿管就裝好 直接插航玻璃就對了 然後你就邊開車嘛 想尿就直接尿 直接引流嘛 引流到下面尿壺就好 好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很開心 你看這個認識了4年了 你看其實很多 像最近有一個來買車的啊 他更早 他說他大概從我寫 部落格 我就開始看了 然後他說他43歲 終於 他看了他十年有 他終於有機會 小孩子也長大 他終於有機會 可以自己買自己的 來找我買一台車 然後因為我沒有遇到他嘛 服務人員 然後他就留言在粉絲專頁說 我聽他這樣我也很感動 他也覺得很感動 他就覺得說從 我這樣小小的店做到現在 他看了我 觀察我十年 然後他一直沒有機會用車 那現在終於小孩子長大 有需要的時候 他想說有個車 然後他終於來跟我買 那他跟我買了以後 他也很開心 他覺得說看小事 這樣從以前到現在 好那我被他這樣一講 我有一種 好像被他陪著長大的感覺 被他這樣一講 我覺得原來其實有很多人 是默默的在關注 對默默一直在看 他雖然三年五年 他沒機會買 但是十年 他買了以後他很開心 我聽他這樣講我也覺得很開心 對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收在這個溫馨的時刻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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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不要加太快喔 這個時間可能上面會有拍照喔 真的天橋上面都會有警察 我跟你講 我已經摸清楚他的差不多會出沒的時間 在那邊 我跟你講吃飽飯要休息 中午也太熱 所以十二點吃飽飯呢 休息到一點半 所以大概兩三點 他就在那邊 稍微陰涼 他就有機會在那邊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那個 早上也是 早上先忙完那個 早上的那個交通輸導 交空管制的時候 然後回去休息一下 對 快接近中午 欸你看真的有 你有忙到站在那邊 對啊 我是很強 他在那邊等你啊 我是很強 對啊 我們現在三點我就知道他一定會 因為吃飽飯休息到一點半兩點 沒事沒事了 然後涼一點 他就會出現 對啊 我跟你講我都已經摸清楚 還有下雨 只要有下雨你就不用擔心 就不用擔心他不會出來 因為他那個設備很貴 對 就跟黑箱一樣 黑箱下雨先不會有黑箱 摸透透的 這個看小市場姿勢啊 我們是抓這個心理學 對心理學 從心理層面來講出去 對我們從心理層面來 抓出現的事件 來這個研究 好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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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